那下面的话 我们就来讲一下 ARM世界的一个概要 那么在这里 其实我们只需要给大家简单的 这个在很多 大家在培训机构 可能会讲大半天 但我只花几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做个介绍就行了 就是对我们ARM世界芯片 做一个了解 以及对我们ARM的体系厂商 做一个了解 因为我会告诉大家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A8 是不是早都过时了 对不对 基于A8架构的 好以及什么叫ARM 我们都要去了解一下 那ARM这个公司的话 它成立于1990年11月 前身为ACOM纪案机 ACOM纪案机 可能说了大家不清楚 但你只需要记住这个点 就是我们当时 大家在玩任天堂的 那个八位的红白机的时候 还记得吗 我相信很多人 小时候回忆都是靠他 对不对 我们的那个红白机 它是八位的 而那个的芯片 就是因为ACOM公司的体系 所构建 就是所生产出来的 所以它很牛的 对不对 我记得当时那个红白机 好像是任天堂 那个是86年 还是八几年 出来的 当时就采用了 基于ACOM纪案机公司的 这样的一些芯片体系 好 那么ARM 它主要就是设计 ARM系列的 这样的一些处理器的内核 那么同时呢 它会把 它的这个ARM的 这个体系架构 及内核 提供给它的一些合作伙伴 那么这点 重点就是什么呢 它的合作伙伴 就是芯片的生产箱 包括什么 马威尔 MTK 然后高通 三星 德州仪器 等等等等 而ARM公司本身 不生产芯片 本身不生产芯片 在嵌入式系统里面 以前还有一个Mips 很大 鼎鼎大名的Mix架构 但现在 做的越来越不行了 这个架构 现在大家采用的 越来越不行了 发展的没有ARM 快速 没有ARM快速 所以ARM公司 说白了 本身只是提供 这样的一个 嵌入式芯片的 这样一个架构 和体系 对不对 那么说白了 它就是搞设计的 那么真正的芯片生产 它自己是不生产的 这个大家搞清楚就行了 它只是提供了 一些开发的 就你在芯片生产的时候 它还会提供一些 开发设计的技术 包括软件工具 评估板 测试工具 应用程序 还有总线架构 外围设备单元的 一些测试 等等等等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一些芯片 那么现在 现在以及之前 著名的一些芯片 那我分两个来介绍 一个叫主流的 一个叫非主流的 那我们现在手机也好 平板也好 这些是不是都一味的 去追求高性能 对不对 高性能和低功耗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主流芯片 也就是我们主流市场 这样一个芯片 它没有什么说 比方说军工用途啊 它没有这种很复杂 很特殊的 这样一个要求 那么主流芯片 我们来看一下 就拿我们A8架构来说 我顺便会提到各个厂商 那么这个TR的话 就是我们的德州仪器 这个很多人可能都 都听过 鼎鼎大名的啊 鼎鼎大名的 那么像它的OMAP OMAP330 这个也是基于我们的 Cortex的A8架构的 那么产品就主要就 包括诺基亚的N96 N96 其实也是诺基亚 后面生产的啊 也是诺基亚 相当于在衰败前 生产的基黄啊 基黄 还有就是三星公司 也是著名的芯片厂商 那我们现在就在用的 像我们现在就在说的 S5PV210 对不对 那么S5PV210 用来生产过什么呢 生产过iPhone4和iPad一代 也就是我们iPhone4 就是用我们的S5PV210 就我们开发版 上面的这样一个芯片 也就是说大家将来愿意的话 你可以去做一下iPhone4的工作 对不对 那么它这个前面 还有前半代 也是采用这个架构的 叫PC100 就型号低一点嘛 用来生产的iPhone3GS 3GS 还有就是我们的FaceGare 就FaceCar 那FaceCar 现在我们在智能手机系统里面 很少见得到了 但以前它就是上网版 上网本还是蛮不错的 上网本 那么也是基于Cortex-A8架构 就是它的这款芯片 这款芯片 这些型号 大家都不用去记 大概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还有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Mawai Mawai Mawai的话 我就在成都天赋软件 很多公司 其实都还在用这样一个芯片 但是主要是做双核的 主要是做双核的 那这里是它的一款单核的PXA930 这样一个A8架构的这样一个芯片 再次就是我们的Colicom 就是高通 那么高通的话 大名鼎鼎的是不是就小龙系列 小龙系列 那么小龙系列里面的这一款 就是它的Cortex-A8架构的芯片 还有我们大名鼎鼎的英伟达 NVIDIA 那么它也 它也有一个系列 这是它的型号系列 大名鼎鼎的叫Tegra 叫涂瑞 叫涂瑞中文 Tegra2 就是我们的Cortex-A8这样一个系列 而所有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 大家知道 那现在是什么呢 连A9都过时了 现在连A9都过时了 A15都快过时了 所以 那么但它不是 它是跳起来的 这个大家不要被吓到的A15了 所以 目前主要流行的芯片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三星 列 就是三星的猎户座4412 四核 非常强劲 非常强劲 哪块手机用到了呢 Galaxy S3 2012年的机皇 对不对 据说还超越了iPhone 被评为整个机皇 整个智能手机行业的机皇 这款机器也确实非常棒 很多人都在用 其次是高通的小龙系列的S4 四核 APQ8064 谁在用呢 小米2 小米2喜欢用高通 软件有很多公司 包括我们国产的很多公司 也都在用高通的 因为高通的整个芯片 出来了之后 它附加的很多的配件啊 方案啊 都挺成熟的 都挺成熟的 像这些芯片公司 其实生产了芯片过后 也都会给一套方案 它这个方案 可能就直接都告诉你 手机咋做了 就这么简单 它把外设 什么全部给你配好 第三 就是英伟达 英伟达的Tiger3 谁在用呢 HTC1X 也是曾经的机皇 对不对 也是四核的 这都是 我这里罗列的都是四核的 现在四核是主流了 第四 就是MTK MTK 也是四核 我有很多朋友 都在MTK做工程师 那么他也出了四核 叫MT6588 但是他 我们可能见到用的 就相对较少一点 但其实他的市场 占有率还是蛮大的 那么谁在用呢 就包括华为中心 还有联想 山寨 他们的一些 相对低端的一些 就应该说是低 价格高性能的 这样一些机器 他们也在用 也在用 MTK的这些方案 也都蛮不错的 包括这个高通 高通其实中心 华为联想也都是在用 也都在用 不仅是小米2在用 那么目前市面上 最最主流的 就这几款芯片 这几款芯片 及这几款芯片 相应的解决方案 那如果各位 你现在你自己 想生产平板 或者手机 那你就去选 这些芯片 对不对 那从我的建议来说 选这两款要便宜点 这两个四核的方案 要便宜点 因为伟达的和三星的 价格有点贵 价格有点贵 那我们是不是 发现了点什么问题 是不是找不到 马威尔和 我们的得住一气的影子了 对吧 得住一气的东西 也比较贵 所以你看 这个芯片的世界 更新换代好快 竞争非常激烈 竞争非常激烈 所以我们时不时的 都要去关注这些 甚至于有的手机 甚至于有的手机 它的CPU 用的是三星的 它GPU 专门弄一块GPU 用的英伟达的 都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里头蛮 蛮多信息 我们都要去跟进一下的 大家平时就要关注一下 这些芯片的一个发展历史 特别是大家将来去 应聘 或者什么的 那你 你肯定你面试的时候 别人可能会问到 当前流行的一些芯片 那些内容 那么怎么办呢 你就去到它的官网 把它相关的芯片资料 下下来 看一下大概的 大概的一些情况 看一下它们跟我们的 A8 A9架构 有什么样的差别 能够说出来就行了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主流的一些芯片 那么还有一些 非主流的芯片 简单的说一下就行了 Cortex有一个M系列 M系列就表示 低功耗 低成本的这样的微控制器 它的成本会更低 那么它对性能的要求 不是那么长 不是那么高 但它对功耗要求 是非常低的 希望又便宜 又不耗电 所以它就专门 推出了一个M系列 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一些 工业生产的一些要求 你就可以 比方说有的时候 我们在做一些野外监控的 这样一些电子设备的时候 我们要长期放 放个十天半个月的 可能十天半个月还不止 我们要放一年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 用这样的一些系列 还有就是我们说了 我们这些都 都不是用的实时 Linux操作系统 对不对 包括芯片也不是实时的 但是它实际上 可以从芯片级别 来支持我们的实时 所以就有个 Cortex R系列的 你对实时性要求非常高的 你不希望它用 那个时间片段 在那轮巡 那么你就可以用完 这个系列 还有一些安全方向的 还有一些安全方向的 所以ARM公司 大概就是 这四大主流的方向 四大 应该说叫四大 它的这样一个 芯片架构方向 根据你的特点 你去选购 那么这些方向的 相应的芯片 那几个厂商也都有生产 但是还有一些 更专注的一些厂商 也在芯片 生产这些相关的 一些芯片 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 可以去了解 可以去详细了解 OK 这就是对ARM 这块世界的一个 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概要介绍 那么从下一个开始 我们就开始 正正事实的 进入到我们的 ARM的系列里面 进入到我们 ARM的世界了 好 那这次课程就讲到这里